川普总统周一发表讲话 谴责周六在维吉尼亚州 夏洛特维尔市爆发的暴力冲突 并称种族歧视是邪恶的 有关详细 我们请记着鲍容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鲍容 好的 评章 那么上周六呢 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 发生的这样一个 在白人的民族主义者集会上 发生的双方的示威者和反示威者 之间的冲突是已经造成了 三人死亡以及数十人受伤 那么我们知道这样一个集会 是被称作联合权力大会 目的就是要抗议夏洛特维尔市 是已经决定了要搬走 这个南北内战时期 这个邦连将军罗伯特里的雕像 而引发的 那么这一场的这个会议 集会是当时是吸引到了全美 数千名这个极右翼人士来参加 这些人之中就包括这个3K党 以及新纳粹主义者 还包括呢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 那么这样他们在这个参加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这个视频中也可以看到 很多人呢是身穿的这个迷彩服 他们很多人还戴着钢盔 是做好了这样一些冲突的准备 此外呢这样一个集会呢 也是引来了很多这个反示威者的 他们的参加 于是呢这个双方呢是在这个周五的下午和上周六的时候 爆发了几场激烈的冲突 还有人呢使用了这个胡椒的喷雾 那么随着双方驻镇的人数急剧的增加 这个冲突的急势也是不断的上涨 这个维吉尼亚州呢和夏洛特维尔市 在周六的时候都宣布了紧急状态 并且呢夏洛特维尔市呢 还宣布了这场集会呢是非法的 并且是开始了强制清场 那么就在人群开始离去的时候 有一辆汽车是冲进了这个反示威的人群 导致了一名女士死亡并且熟人受伤 后来有一辆这个警方 一架警方的这个直升机是在 试图维持秩序的时候不幸坠毁 导致了两名警察身亡 那么这样一场事件呢 又在美国国内广泛的引发了 这个有关种族平等 以及言论自由的这些 具有极大争议话题的讨论 美国总统川普呢 今天下午的 今天中午的时分也是再次的 就这样一个事件发表了讲话 他谴责了这次事件中表达出来的 这样一些仇恨暴力以及偏执 那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种族歧视是邪恶的 制造暴力的人是恶共和犯罪者 包括3K党 新纳粹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 以及其他仇恨团体 这些团体仇视一切我们美国人所珍视的事物 我们的立国之本是这样一个事实 在造物主眼中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宪法之下人人平等 是的 川普总统呢 在今天中午的讲话中 是明确地批评了这个极右派的示威者 不过呢 他在此前的一次讲话中 也就是他就此事件的首次讲话中 他立场并没有这么鲜明 他当时说的是呢 他谴责各方在这个事件中 表现出来的仇恨 偏执和暴力 那么呢 此言一出呢 也是在美国国内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两党内都是引发了一些争议 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报道 星期六 一辆汽车 冲进反白人至上主义集会的人群之中 造成32岁的夏洛特维尔居民 西色海尔死亡和19人受伤 几个小时后 川普总统谴责他所说的 多方恶意展示的仇恨 偏执和暴力 但是川普并没有直接谴责 组织星期六抗议活动的极端团体 他们中许多人是川普的政治支持者 这些人公开讥讽少数民族 犹太人和妇女 副总统麦克彭斯 在周日访问哥伦比亚期间 为川普做出了解释 我想说我对这样一个事实持不同的意见 这就是许多全国媒体 用了更多时间批评总统的说法 多于对暴力制造者的批评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应该关注的地方 就是那些极端组织 他们应该彻底被清除出公众辩论 这些煽动仇恨的团体和危险的边缘组织的伪装 应该被撕去 白宫星期日发表声明 为川普的反应进行辩护 声明说 总统谴责了各种形式的暴力 偏执和仇恨 这当然包括白人至上组织 如3K党 新纳粹组织和其他所有极端组织 夏洛特维尔民众星期日举行烛光晚会 悼念这次暴力活动的遇害者 像这名女士 现在实际上是一名牺牲者 表示哀悼 她是被另类极有分子杀害的 这些人试图控制我们的社区 他们太可悲了 两名维吉尼亚州警察 乘坐直升机从空中对骚乱进行了观察 他们因直升机坠毁而身亡 星期六发生暴力之前 白人民粹主义者星期五晚上举着火炬 在维吉尼亚大学校园里进行游行 他们在美国内战中南方联邦军队的英雄 罗伯特·李将军雕塑前举行了集会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国家安全顾问迈克·马斯特以及司法部长赛森斯 今天都已经发表了讲话 表示说开车冲撞反示威人群的这样一种做法 是符合国内恐怖主义的这样一个定义 不过川普总统在今天的讲话中 却并没有提起这样一个说法 评章 好的 谢谢报仲 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谢谢观看